我們今天看一隻二 都是下班要主題 但是下班開始 下班開始 那邊開始 那邊開始 二點出過幾個禮拜 什麼 五中山 到什麼 到八月二 到八月二 八月二十 八月二十 所以就是其實時間是一樣 是你們先這樣子 OK好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學校好像只上 啊 有一個 啊不是不是那是國中 因為我國中你看 國三太舒服 那看 我 我跟國中講的一碼 國三開始舒服 然後 國三開始舒服 都四個禮拜 然後我有一個學生就是很愛國中 然後說他們學校七禮拜 免費中三禮拜 沒有免費啊 就請教到 牆子 過上三禮拜 我家超市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隻 電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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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複習一下 第一個先複習一下 什麼叫電解質 國中對電解質有做一個詳細的地理 那我們高中在講的是 有幾個要素它要符合 第一個 電解質必須是化合物 一定是化合物 第二個 丟到水裡可以解離 並且還是用什麼 離子導電 丟水中 可解離 而且它是什麼 用 離子導電 而且還是用離子導電 它要符合這三個要素 才叫電解質 可以嗎 好 那非電子當然有相反 例如說它根本就不是化合物 不會丟到水中 它是不能解離的 不能解離當然就是不能搞電 它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講過搞電主要是靠兩種離子 要嘛是靠電子 要嘛是靠什麼 離子 對不對 基本上在形容液裡面 我們考慮就是靠離子 可以嗎 好 再來 這個 這也是 這也是廢話 為什麼我們知道 它有一句話說 就是解離出來的正電 跟這個 解離出來的陽離子個數跟陰離子個數 不一定樣多 知道這句話你講什麼意思嗎 為什麼解離出來的陽離子個數跟陰離子個數 不一定樣多 對它架數不一樣 架數不一樣 架數不一樣 這個是兩個嘛 對 這是兩個啊 這是一個嘛 二比一 但他們的電量一樣多 電量多叫電動性 電動性 這句話我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國眾說 原會搞不太懂 原會搞不太懂 那強電檢池做電檢池其實有講過 對不對 國中有講過 通常我講一下 電檢池我們分成三類 電檢池分成三類 第一類要酸 第二類要解 第三類要解 對 三類的定義是什麼 丟到水中會產生 H症 減的定義 丟到水中會產生OEH負 對不對 原的定義 四 原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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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碰得不夠了 OK 我不要看 那你怎麼轉線補 欸 三連合去啊 有 三連合去啊 我要六點 好像四 好耶 原的定義就是 他 原的定義 基本上就是不是算 不是減的定義 而原通常我們沒有特別想定義 我們剛剛全掉是酸跟減的定義 OK 那再來 它的這個 電解值裡面我們有六分 有分什麼 強電解值跟弱電解值 那如果 你今天是這個酸 然後你是強電解值 你當然會覺得什麼 強酸 弱就是什麼 弱酸 那如果是減呢 這叫什麼 強減 那這個 弱的話 也就是弱減 而如果是鹽的話 強電解值的鹽叫什麼 不是強鹽 沒有強鹽的東西 我們叫什麼 三個字 可溶鹽 就是可溶鹽 也就是我們一隻一輩的沒有沉澱的鹽 懂意思嗎 也就是我們一隻一輩的沒有沉澱的鹽 我們叫可溶鹽 那弱的話叫什麼 南溶鹽 或是微溶鹽 可能叫微溶鹽會好一點 因為 因為南溶鹽 可能它就已經不算另一隻 溶到這裡可能就沒有 所以我們叫微溶鹽 這跟我們那個 一隻一所學的 就是所謂誰可以沉澱 誰不能沉澱 他是故鄉故鄉故鄉的 那有關0.1m的CUCL2的敘述 何者錯誤 你們是不是這也可以理解嗎 因為我版本比較舊 所以有時候提問有點不太一樣 好 來 例題一來自己寫寫看 好不好 例題一自己寫寫看 欸你覺得這邊好像應該多加一盞燈對不對 這樣有點暗 因為我跟鐵頭講說多加一盞燈 他說沒關係 就是如果 我跟鐵頭說 學生覺得有點暗 他就幫人家 你知道嗎 就是在他的世界 就是 我們講到的事情很小 真的啊 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個學姐 教練的陳婷玉 你知道嗎 就之前有在那個 那個 網標場上課 然後那個 那個 他今年是 他今年是 就是 就暑假過是念大學 然後我們念大學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那個樓下 小教室上 然後我們那時候 高三早上 就是 酒店看上課 超早 然後太陽從那個地方再曬下來 每次都曬他桌上 他就不爽 然後我就跟鐵頭講 結果說 這個沒關係 你跟學生講 這樣 七開牆臉啊 之類的就好 然後後來就是 就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 然後有一次就是鐵頭要找不到這樣 然後陳婷就跟他說鐵頭 就是太陽在曬這樣 他說 他說 哦好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我們就去貼殼的紙 這樣 走出來 那個學生講的比較有多 好了 例題 我們來看看例題 有關0.1m的這個 CUCL2的敘述 好 下一個合則錯 我們先看一下CUCL2 這東西會不會成連 CL跟誰成連 還有 只有什麼 綠修點 綠修點是不是跟五個東西會成連 亞公 亞同 迎前 加他 對不對 共同迎接他 對 共同迎前他 亞公亞同 迎前亞他 但這個是 這老師這是同 可是他是亞同嗎 不是哦 亞同的話是應該會寫成這樣 亞同是 因為亞同是正義 亞同是正義 這個是正兒 所以亞同會成電 可能這個會不會成連 不會成連 這是綠化亞同 綠化亞同 綠化亞同是不會成連的 綠化亞同不會成連 那你丟到水中 他會怎樣 解離嗎 而且他是可容顏 只要可容顏 我們就視為什麼 完全解離 好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A選項 陰陽禮詞各素相的 對嗎 陰陽禮詞各素相的 陰陽禮詞各素相的嗎 沒有對不對 沒有 哪一個各素禮票多 陰禮詞還陰禮詞 因例詞 因如果這是什麼2-1 12-1 2-1 所以陰禮詞的個數 比上降禮詞的個數 會等於幾乎幾乎 會等於因利值別的二比一 所以沒有一樣多 再來 那個B選項 因利值的總代電量跟一樣 總代電量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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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利值總代電量跟一樣 因利值總代電量跟一樣 為什麼 因為 水溶力一定成什麼 電中型 水溶力一定成電中型 水溶力一定成電中型 水溶力可導電 可不可以導電 可以啊 對 為什麼 可以有什麼 有電解質 因為電解質會怎樣 解力 電子會解力 好 租通以直流電的時候 通力指向右邊電機 給我畫 卡 我以為不用畫圖 反正我已經選下了 好像看到畫圖 那 那我們就來畫圖吧 電解質 門右上 然後 我還給我 我還給我 我還給你 我還給我 我還給我 我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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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叫什麼 我們現在在做 我們現在這個叫電解槽 你知道嗎 這個叫電解槽 師老師 你怎麼知道它不是電池 電解槽 電池沒什麼東西 而且啊 這邊有電池 對 不可能是電池嘛 這邊有電池 這邊是電解槽啊 這個是不是正 這個是負 對不對 正的就會寄到正的這一段 負的就寄到負的這一段 正的就寄到正的一段 負的就寄到負的這一段 OK 好 再來考 今天如果解離完以後 我的負電是從哪邊出現 負電是從這裡流出來 對不對 電池的負幾是流出 不是有負電 流電子 電池的負幾會流出電子 電池的負幾會流出電子 所以我的電子從這邊這樣 跑進來 電子就跑這邊 誰要去得電子 誰要得電子 第一次 正負相吸 電子是負的 所以你的陽離子會跑到右邊 各位知道嗎 好 所以我的銅離子向右邊移動 銅離子向右邊移動 老師 對 各位知道嗎 銅離子向右邊移動 那成文就向左邊移動 CL 負就向左邊移動 可以嗎 懂得懂嗎 所以你這一題 珠也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所以這題大家就選A 因為他問誰是錯的 接著誰是錯的 接著誰是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投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在或设计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進階篇 只要算你進階篇的 分子化乎跟離子化乎 分子化乎跟離子化乎 好我們先來定義一下 先叫分子化乎 我們簡單的一個分類的方法 分子化乎就是 全部都是非金屬 它這邊後面就行 非金屬加上非金屬的 叫做分子化乎 那它這邊舉例子 它要舉誰的例子 G HCl Ch3 COOH 對不對 還有什麼 C2H5OH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分子化乎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分子化乎 但是注意一件事情 這三個分子化乎都是鏈結值嗎 這三個分子化乎都是鏈結值嗎 我剛才寫這三個 不是對不對 誰不是 是 C2H 被你挫出來 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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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神條神通不見你 這個 一挫 對 中心不解決 中心 對 所以我們先得到第一件事情 分子化乎不一定是電結值 寫下來 分子化乎不一定是電結值 不一定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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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分子化乎不一定是電結值 它有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特性 什麼正義文很特性呢 分子化乎不一定是一個一個的分子 只有很像廢話 但其實不是 只有很重要 對 我再講一次喔 分子化乎最重要的特性 它是一個一個的分子 什麼叫一個一個的分子 舉例來說 我們拿HCL 剛剛做例子 HCL 這樣就是一個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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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HCL 這樣就是一個分子 這樣HCL 這樣就是一個分子 你知道這是不是廢話嗎 不是所有東西都加嗎 不是喔 不是所有東西都加嗎 我馬上取另外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想個例子化乎 跟它去做個對比 讓你知道什麼意思 好來 好來 我們取另外的東西叫做例子化乎 我覺得是白白的問題 就是寫到下面的時候 就是我們打得住 對不對 小陳 各位音樂的語長 稍微講 拍子還好 拍子還好 因為太高了 你寫不到 我真的想要做 真的 沒有辦法 好 離子化乎 好 鄭老師 分子化乎是一個一個分子 離子化乎呢 就是一個一個離子 這聽起來一樣廢話的話 但是其實它後面的 蘊含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我們首先我們先來看 怎麼辨別離子化乎 離子化乎基本上它一定是金屬 加上什麼 非金屬 一定是金屬加非金屬 除了一個例外 這個NH4 NH4 我們要把它碳成金屬 NH4要把它碳成金屬 因為它叫氨分 它是金屬的 雖然看起來好像沒有金屬 可是這邊的話 我們要把它算成金屬 因為它性質跟金屬的性質在這邊非常像 可以嗎 老師寫橘色的部分 是教你如何直接從它的化學式去變別 它是分子化乎還是離子化乎 直接從它的化學式去變別 橘色的地方是這樣跟你講的 還有一樣 那教你如何變得完之後呢 我們一定要來舉例 我們一定要來舉例 那什麼是離子化乎 有金屬加非金屬 我們補充這一台學道 就是什麼 綠化納就是研發 就是綠化納就是研發 OK 還有呢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 CACO3 CACO3這個碳相帶 碳相帶 好 然後呢 這個 還有什麼東西 CACO3 還有剛剛遇到的 這個 CACO2 CACO2 這個 濾化帶 等等的 有沒有發現 它都是金屬離子非金屬離子 金屬離子非金屬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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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那 如果 這個離子化合物 如果這個離子化合物 它要是電解質的話 它只要符合一個條件就是電解質 只要符合一個條件就是電解質 可以 溶於水 就是電解質 它溶於水之後 就一定會解離 他說 老師 就是 我怎麼知道 CACO3 是沒有龍 一之一有教什麼東西 神經病 你就知道 為什麼神經病很重要 神經病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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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東西它會沉澱 那其他兩個呢不會沉澱 其他兩個不會沉澱 所以離子化合物只要溶於水 只要可溶於水 或是這樣只要是可溶岩 一定是電解質 只要是可溶岩跟電解質 例如說NACL畫出來不是也是跟它這樣嗎 不是也是NACL NACL NACL 不是也是這樣嗎 不是 不是 它不是這樣子 它不是這樣子 好 我們先整理完 然後我後面講說它到底是怎樣 就這樣 好 我腳趕著幫忙進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应该是怎样子去画 这边是一颗一颗的分子 我们说分子化物就是一颗一颗的分子组成 离子化物是一颗一颗的什么组成 离子组成 这是一颗的离子吗 不是啊 一颗一颗离子组成应该怎么化 应该是怎样子 对不对 这样才是离子 那离子旁边你还在接那离子吗 不行 为什么 正正跟你讲相似 负负也会相似 对不对 所以那离子旁边应接是什么 应接是有负 应接是有负 对不对 所以我后面应该接是什么 NASM 好 那后来离子老师就这样一直接下去吗 对 就这样一直接下去 对吧 所以离子化物它是这样一直接下去 它是一直这样接下去 它只会接同一条线吗 不一定 它会往下接 可以 NASM NASM 是有负 是有负 对不对 可以再接下去 对不对 所以离子老师接完后它是平面了吗 不止 它上面还可以再接 懂吗 可以 我画不出来 对不对 就是你要把NASM在上面 对 Cof NASM 它一直接出来 对不对 好 一直接出来 所以它变成一个3D的一个东西 可以吗 变成一个立体状的一个东西 好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离子化物 好 真的跟我们离子化物 所以你看 离子化物是由离子组成的 而分子化物是由分子组成的 你从图上就可以真正的了解 老师讲的是什么意思 你听懂吗 教学好 好 那时候老师 那这样子又怎样呢 又关过什么事 对不对 好 它今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溶于水的话 它溶于水的话 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情况 首先 我们先来看离子化物 离子化物溶于水的话 它的NA症跟Cof 就会怎样全部融进去 全部融进去意思就是全部都打散 全部都打散 可以吗 例如说一杯水 例如说一杯水 一杯水里面就有什么 NA症 很多NA症在里面跑 然后很多Cof在里面跑 这样子 全部都打散 以一个一个离子的形式 在里面跑来跑去 这叫做怎样 经过了解离吧 所以它是以一个 比较自由的离子的一个形态 在里面跑来跑去 可以吗 但是分子化物 它丢到水里面 分成两种 分成两种 第一种 第一种 例如说HCl 例如说HCl HCl丢下去以后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也会怎样 变成H正在什么 Cof 会分开 什么 掉到水中会分开 为什么掉到水中会分开 因为水中有什么 水中本来就有OH-H-症 一点点的OH-H-症 会想办法把它们怎样分开 OH想办法把它们分开 不知道这意思吗 今天这个东西是强酸 丢下去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解离 对不对 今天这个东西强酸 丢下去是百分之百的解离 百分之百的解离 代表这东西是可容颜 可以容颜是吗 代表这东西是可容颜 可是有些东西没用幸运 举例来说 这个 H3COOH 它也是酸 可是我们都知道它是强酸吗 不是 它是弱酸 弱酸的意思是什么 弱酸意思是什么 结果很乱酸 有100个弱酸丢下去 不会100个都解离 可能只有6多3个解离 这样子 有意思吗 所以加剧以后可能有一个H正 有一个COOH 有COOH 可是还是有什么 你说老师不介意的话 就这样 对吗 就这样 可能有97个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还是以分子 一个完整分子的情况 还是有COOH COOH 等我都不能够起来 会有CH3COOH 会有CH3COOH OK 一样有阳离子有阴离子 但是更多的是没有解离的状况 因为它本来就是弱酸 弱酸会不会100%解离 不会 强酸才有100%解离 但是因为都有产生离子 都有产生离子 所以它们两个都是电解质 其实它是强电解质 还有弱电解质 这样OK吗 那离子化物呢 只要可以溶于水 就一定是强电解质 可以吗 只要溶于水 它就会全部都怎样解 它就是强电解质 好 还有第三种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例如说是什么 就是我这边写的 COOHOOH 也就是我们的乙醇 对不对 我们酒精 COOHOOH 它吊水都会怎样 没事 没事 会还是一个一个的COOHOOH 这样子 还是一个一个的COOHOOH 可是老师 那这样子它算有溶于水吗 算不出来 算吗 这还是有算溶于水 懂我意思吗 只是没有解 只是没有解 核子吗 离子化物溶于水就一定会解 分子化物不一定 有一些是会解 有些是不会解 但是都溶于水 这样可以吗 听懂我意思吗 好 那我们来看 如果是今天的离子化物 我讲你是电解质的离子化物 跟你是电解质的分子化物 来比较 我们就比较这两个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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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CL跟HECL 我们比较这两个 它们两个 是不是在水里面都可以利用解离的离子去做造电 它们两个都可以在水里面利用解离的离子去做造电 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如果今天我的NACL我不加水 NACL不加水它是固态 可不可以造电 可不可以造电 不行 不行 因为它的NACL是长这样子 它没有办法自由移动 没有办法自由移动 要怎样在造电 第一个融与水把它全部打散 还有第二个方法 加热 加热加到什么程度 它的固体怎么样 融融成为液态 固体突破了它的融点 变成液态以后 变成液态以后 它可以这样流动 对不对 液态又是不是可以流动 可以流动的话代表这个NACL跟自由的负责可以这样 在那边流来流去 所以它就变得比较自由 变得比较自由它就可以倒电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说离子化和物 离子化物的融融态就可以倒电 离子化物的融融态就可以倒电 知道我懂我意思吗 什么叫融融态 融态就是你就把它想成液态就好了 但是这个液态跟水溶仪是不一样的 水溶仪是加水 我这边讲的液态是有没有加水 没有加水 纯的液态就把它加热 知道吗 纯的液态就把它加热 加热加很高温 让它可以融化的情况之下 这叫融融派就叫液态 那这边呢 分子化物呢 于来说HECL 假设不加水的情况之下 不加水的情况之下还有什么 气体 对不对 加热气体 OK 不加水的情况之下这个气体可以倒电 可以倒电 不行 师傅老师 如果我把它变成液态呢 各位老板 太是不行 分子化物 如果你是电解质 你要倒电 你只有一条路 就是这样 加水 因为利用水的这个本身里面的H真 跟OH負去把它做解离 有意思吗 你没有水 分子化物就没有办法解离 这样可以有意思吗 可以 好 所以我们往下看 我们往下看 看到那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讲经上讲的 好 第一个分子化物 分子化物它会有废金属加废金属 对不对 讲经上有一个废金属加废金属 这东西跟你辨别 都是怎样子的东西叫做分子化物 再来往下看 固态与液态的时候 因为不能生成离职 所以不能倒电 对不对 就像HECL 这种东西 它是不能倒电的 或是这个 还有什么东西 有去使用 醋酸 醋酸也是不能倒电的 纯的醋酸也是不能倒电的 好 但是水溶液状态的时候 它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倒电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在水溶状态的时候 它可以解离 听懂我意思吗 在水溶状态的时候可以倒电 再来往下看 离子化物 离子化物是金属加上废金属 好 金属加配金属 那固态的时候 会不会倒电 不行 因为固态的时候呢 它怎样 它的这个形状是固定的 它的形状是固定的 一个正是一个负 一个负是一个正 你要很大的一个能量 才能把它们分开 懂我意思吗 你要很大的能量才能把它们分开 所以通常是分不开 但是熔融状态 你看第二点熔融状态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可以倒电 因为它可以流来流去 第二道水溶液会倒电 也可以 因为会解离 这样可以懂我意思吗 可以 所以我们看最下面这个表格 好不好 我们看最下面这个表格 来 最下面这个表格 有固态、液态、水溶液 好 那基本上 你今天是分子化物 还是这个离子化物 我们可以看到 它跟酸碱也有一个关系 你如果是酸 你基本上一定是分子化物 你是碱的话 一定是离子化物 你是盐的话 一定是 也是离子化物 为什么碱会是离子化物 因为碱通常都是什么 后面有个什么 OH 对不对 简通常都是有个OH 好 这些东西 在固态的时候 无论你是谁 所有电解词都不能导电 液态的时候 来 液态旁边帮我括号写的 就是绒绒绒态 有没有 我们上面是不是写的绒绒状态 那个就是液态 液态上面把我写的绒绒状态 这样才知道 你才知道 噢 液态讲的就是绒绒状态 可以吗 水龙液态 水龙液态 就都可以导电 对吗 水龙液态就可以导电 水龙液态就能导电 因為只要丟到水面它就會解禮 只要它原本是電解枝 丟到水面就另一個解禮 而且它電解枝的病例就是丟到水裡可以導電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水容易一定可以導電 這種意思嗎 來 這邊有一個例外 鹼 鹼的地方 所有的鹼都是理直化路嗎 有個例外 知道是怎樣 不知道在哪 有個例外 這個 2 3 2 2 3 它沒有OH 而且這個東西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 非金屬 所以你稍微寫一下 這個東西 有時候會把它看成是 這個分子化路 好不好 減的話 因為我們下面有表格 減它後面是可以寫離子化路嗎 你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看成分子化路 我們這東西把它看成分子化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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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來 再來看過來 我們看看運氣化 那 下鍊哪些物質 而且你要考慮它的狀態 它是不能導電 它是不能導電 來 這題你們練習看看好不好 我們練習完後 我們休息一下 這題我們練習完後 我們休息一下 好 好了 我先把您選擇 好 我先把我放進去 那邊 然後 就好 我先把那裡 都可以放進去 後 你 好 我先把那裡 走進去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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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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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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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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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